水保局华联分局109年午赫水土保持户外教室解说志工培训课程 4号下午正式开训了 社区居民、青农还有农场业者踊跃参加 希望可以提升自身导览解说技能 第一堂课分局长陈淑源以午赫的故事为题 亲自讲述地方产业历史的演进变革 让台下成员会量多 简单的开业一事后 水保局华联分局午赫水保户外教室解说志工培训 第一堂课由分局长陈淑源 以午赫的故事为题 亲自出马讲股 不仅学生连乡长陈淑光也听得津津有味 水保局华联分局的午赫水保户外教室解说志工培训下午开课 社区居民、青农以及农场业者都踊跃参加 吸收新知提升导览解说技能 也借此更了解在地产业的演进变革与发展 毕竟虽然小时候在这边长大 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在地的一些历史或文化一些故事 那我们来这边可以听到一些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然后它的起源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们得到这些知识之后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运用这些故事 可以跟我们的游客在传达我们这边的一些 让游客了解我们瑞穗的一些发展 参见的学员会议良多也高度支持配合的乡长陈淑光 也希望藉由工部门的互助配合 共同打造地方农产观光产业的发展 今天局长等一下上课我想我也要填一下 然后把这一段我可能不知道的讯息把它补足 以后我也可以跟我们的乡亲一起来共同学习成长 把最正确的讯息传达给我们每一位的好朋友 让他们来这边来了想是还想再来 瑞穗午后水保户外教室历经灾后重建 水保局近几年也积极改善强化园区的水保 生态与产业的教育功能 分局长陈淑源说硬体建设之余 软体的志工导览员培训更不可或缺 因为我们午后有一个很美丽的户外教室 那我们希望户外教室能够为更多的乡亲来做服务 那我们的同仁因为人数有限 那我们希望是说爱乡爱土的这些热心的 我们社区的伙伴跟我们一起来为乡亲服务 在分局长陈淑源当开堂讲师后 水保局幻灵分局五课水保户外教室志工培训课程 今天以室内静态讲座课程为主 明天最后一天也将利用水保户外教室园区来进行实作 志工导览陪力 未来提供有客民众优质的导览解说服务 记者是玉兰瑞穗财宝报道